大家好 歡迎來到藝術無間 我是中文大學文物館 中國書家主任陳冠南 阿Phil 今天我們很開心能夠請到 在中大有一間咖啡店 Paper & Coffee的創始人 和老闆Vincent 和我們一起看看 如何通過鑑賞中國的繪畫和咖啡 究竟有甚麼關係可以連在一起 歡迎你Vincent Hello Phil 鑑賞中國話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criteria 可能是筆默 可能是他的情感 可能是他的書法 可能是構圖 各方面都有 咖啡又如何呢 香港人或者美國人都有一個通病 就是他們喜歡的一件事叫咖啡味 以前的人覺得咖啡苦和焦就是咖啡味 他們就要有咖啡味 於是所有人做到咖啡很苦 以前的人喝咖啡就習慣了 加奶 加朱古力 加一堆東西 喝到人很不健康 有些人反而開始喝一些單品咖啡 他講求就是你烘焙的時候 你找得回咖啡本身的面貌 例如咖啡本身是帶一些花香的 可能它帶一些很Citrus的果酸 可能那種有些蘋果的果酸 以前我覺得我想喝到一個味道 例如我運用這個顏色 我要它強的 我就一打這樣砍下去 就是越濃就越好 我就越感受到它 後來我這麽多年的咖啡 就越做越淡 淡一點的濃度裡面 原來人的味覺是敏了一點的 但這件事也不是很容易 為一般消費者所接受 其實中國畫和咖啡一樣 都是有濃有淡的 今天我們看兩張畫 一張設色比較淡雅 一張筆墨比較濃厚 既然你喜歡淡一點的咖啡 不如我們先看淡雅這一張 這一張的畫家方亨銜 是明末的維文畫家 他們全世作品不多 文物館很難得有這件 梅花雙雀圖 這一張比較仔細 如何理解這張畫的內容 就看看提示 我讀一次 如果你不介意 這個方先生寫了一首詩 害怕自己一隻 飛的時候孤獨 所以我便雙棲雙縮 並知妻頭有兩隻這樣的雀 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張畫 其實是送給他一個朋友 叫一個蟬師 他說這個蟬師 叫衛客 經常都獨來獨朗 獅子而獨行 寒癌呼目 非常清心寡欲 非常枯高 現在所謂的 很文青 我們經常覺得 我做這個口味 可能我心中覺得 警戒好像很高 這就是我的東西 但身分上 你又不可以這樣想 做生意 做生意的東西都要賣 你就會有一種很涼難的地方 就是 你要賣東西給客人 那客人都要喝 首先你要賣他向付錢的東西 但後來原來不是 好的東西 就不用說太多 原來你慢慢會遇到一班人 即他是懂得欣賞 你剛才說到這一點 其實在書畫上 都是有一些畫家的作品 未必是馬上有很多人 懂得欣賞他 譬如我們看一看 這張丁顯蓉的作品 好 這一件是丁顯蓉的紫藤壽帶 他這裡寫了一句句子 就叫一寸明珠夜有光 我多說一小小的淵源 就是在明末晚明的時候 即是大約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畫家叫徐威 聖徐 這個人徐先生 其實也沒有什麼授餘 他很喜歡畫葡萄寺 即是吃了葡萄寺 他曾經寫了一首詩在上面 就說不抵明珠無處邁 意思是說我畫的這盤例子 好像明珠一樣一粒一粒 其實是很漂亮的 但是沒有什麼人欣賞我 但是丁先生 他有一點化用了這句句子 就說這些紫藤花都是明珠 但是我畫的明珠是夜有光的 即是你不懂得欣賞不要緊 它漸漸自然發光 即是它是有一種自信在這裡 其實都是有一種全城的孤高 雖然世俗是不為我 但是我自己也不會受這些影響 丁先生的制語不是那麼好 即是比較困苦一些 還有他那時候的一些 藝術上的一些主張和表現 未必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即是當時的口味 是的 當時的口味 沒錯 但是呢 他又非常之倔強和孤高 這裡他畫了一個紫藤花 上面有一種瘦帶料 都很隨意寫意地畫的 我自己會很欣賞 例如這些線條 即是這些線條我覺得其實是很漂亮的 還有他好像感覺一不過 即是很順很舒服 但他也有很多這些細節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你看到他那個寫字的字的那種風格 那些線條和他畫畫的這些藤枝的線條 其實那個風格是很統一的 你聽我介紹這兩張之後 如果我說Wincent 你用你的咖啡去serve方先生和定先生 那你會沖什麼咖啡呢 其實我們咖啡 那些人就會說 你也做杯咖啡 那你怎樣做到不同的口味呢 原來其實有很多東西玩的 我會覺得呢 我會覺得呢 剛剛定見勇先生那個 其實我覺得他的那個 contrast和氣勢都是大一點的 即是我會覺得比較 他用紅色其實都很大膽 那這個呢 如果在咖啡呢 我自己覺得像些 我們咖啡有一種 咖啡現在很流行的 叫做日曬豆 他曬很多功夫 就可以做到他 即是非常之放大 但是他乾淨 但是之餘呢 他有細節的 他不會砸的 那出來的味道是怎樣呢 其實可以帶一些 好水果的味道 可以帶來 它是偏向一種 很熟的水果 一些wrapped fruit 即如果你說這個 我覺得是一些 很berry味的咖啡 即如果我去做 我們有一些 Ethiropia日曬咖啡 是適合的 那如果這個呢 我就覺得呢 在Ethiropia咖啡裏 有一種 叫做 Yaga Traffay 其實如果我們 台裔的中文 叫做 耶加雪菲 我覺得 就比較 是一種清高一點的味道 因為它會做到一種 很有趣的酸味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 它和它的不足 或者它顏色 這一種 很若隱若現的做法 是很像的 其實我們今天 就邀請了你過來 為什麼要找一個做中國茶呢 其實現在 沒有那麼狹窄 你看中國畫 做中國畫 一定要喝中國茶 即是說 現在其實 這個世代裏 我們要去欣賞 一個作品 無論它是什麼 的作品 可能是西方的 或者是中國的 其實都可以通過 其他的東西 可能是食物 可能是其他媒介的東西 甚至其他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事件 去做一些聯想 去看這些作品的時候 可能對於這些作品的感想 就會有一些新的形式 反過來這些作品的 各方面的資訊 可能對於那個人 去從事另一個行業 都可能會有一些啟發 這樣東西 亦都是正正在一個博物館 是需要的地方 不只是提供一個 美學心靈的 休息一個地方 可能是對於他的人生 或者處事 或者工作 是有一些啟發 可能一幅作品 一個字 一個印章 突然你想到 我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博物館的靈魂 或者是那個價值之所在 好 所以今天就很感謝Vincent 你參與我們這個藝術無間 謝謝你今天的介紹 是 對 剛剛想多了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這段影片會很長 這個是不是其實 在中國話 都是很常見的 這種虛實的感覺 是的 因為那個 其實我想 如果我們說虛實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遠不妙 其實說得簡單一點 所謂的虛實就是要有主詞 有些地方是要集中一點的 就坐在那邊 那裡 有些人會альном 那裡 今天 我們等等